他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与同学相处时 经常为吃肉喝酒的问题发生争执 他们讥笑我在宣传迷信 讲不好他们还要毁谤 还要报佛 清老化子开始 对于这些人就不要讲嘛 不必劝他们 他吃肉就让他吃嘛 他帮佛就随他帮忙 他说累了他自然就不说了 所以你要懂得关机 能接受的要说给他听 不能接受的一句话都不要说 免得他生这个绩效毁谤都是造业 不要因为我让他造这个我业 所以菩萨所在之处 令业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是真的 现在众生都造业 你看佛菩萨有没有烦恼 不烦恼 佛菩萨不来 为什么不来 来了众生就造回报 那众生就造得更重了 所以他来是慈悲 不来还是大慈大悲 这要懂啊 我们要学 如果遇到这些人 根本就不相信 不能够这个劝导的 我们最好是少接近 看到这些人 给他点点头打个招呼 马上就离开 这个是对的 不要给人家讨论这些问题 他不能结束